追查柯文哲的金流 剩下最后一块拼图 我们以为答案就在那个USB里 错了 原来背后还有一个真正的灵魂人物 他叫橘子 才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橘子是谁 传出柯文哲的秘密行程 现金 私障USB 随身碟 手机 最重要的私人机密的东西 都由他管理 连柯文哲去金华城 见了沈庆金 他也是随行之一 2018还是无业的钢铁 磕粉 为什么俨然现在变成地下党主席 如果他口袋里有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找他来问啊 人到哪里去了 居然而这个故事叫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十年前的柯文哲是在台大急诊室里面的欧拜 换言之不受人倦怠 人家也没有人要招待他 但经过他当了市长之后 他变成什么呼风唤雨 开始跟沈庆金 开始跟这些建商 开始跟财团结交 结果十年何西 看看现在的柯文哲 沦为阶下囚 他变为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变回了当初没有人倦怠的十年何东的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市长的职位 现在他已经收回 现在他对于沈庆金来讲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你看哦 当检调把他的底牌掀开的时候 我看到了柯文哲的无助 你知道他只能干嘛吗 生气气 就只能在那边生气气 我不要去 因为检方呢两度哦 两度要求什么 我要提讯你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就拒绝了 什么个拒绝法 就一个人不讲话 归缩在牢房里面 说我不要 我不要不要不要找我去 我不要去 这是健康的理由吗 我不要去嘛 不是 我跟你讲哦 他什么理由都不给你 他就 我不要去 闹瓶气 那我就问 如果你今天是监所管理员 你敢不敢硬把他拉走 那不行嘛 因为他还是以一个在野党主席的身份 所以他就无理取闹 但检方在不在乎他的说法 我跟你讲检方也不在乎 因为今天你如果调柯文哲来 他只会讲三个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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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不到东西 他就不知道嘛 从头来不知道 反正没关系 我提讯你 你不来 我到时候加重提醒 刚好而已 但即便柯文哲不讲 证据有没有出来 照样出来 因为理由很简单 一个铜板敲不强 行贿加收贿 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招 就成了嘛 现在谁招了 主要无高啦 主要无说什么 七人210好了 感谢560 对不对 这是明目张胆的 七个人捐210万 是为了感谢560 这个就叫做 契约行为 这个叫做对价关系 还抱一句小省很小气嘛 代表钱谁来了 省清清来了 这么简短一该的话 不好意思 把所有的犯罪的图像蓝图 都勾击出来了嘛 所以我不管你今天是200万 2000万 还是2亿 有拿就是有拿 那请问这试用第几条 贪物智慧条例第四条 违背植物收费罪 你柯文哲跑都跑不掉 查到今天是不是要开花了 我们本来以为 那个USB把它解读出来 就是最后半里路 没有 比USB更关键 更灵魂的一个角色扮演 居然是这一颗橘子啊 坦白说 这个人叫徐子瑜 那其实上这个徐子瑜呢 我跟吴子嘉董事长 我们在几月几号讲过 4月25号 但是没有发酵耶 对4月20号 我们已经再三的提醒廉政系统 检调系统说 这个人会跑 这个人是柯文哲的贴身秘书 这个人掌握极其重要的资讯 因为 其一柯文哲的账 秘账 谁管的 他管的 其二 为什么是他管 因为他是柯妈妈派来的 对不 何瑞一玛 我怕是雷公公 那个对 他就是雷公的使者 我问你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看 李文中 都在看木可 谁会想到这颗橘子呢 因为李文中 你如果理解 他说他是50年柯文哲的老朋友 那请问柯文哲对他有没有放心 有 为什么 因为李文中和柯文哲有打合约 我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两个人是骂金骂 俊阳哥 我们一起来做坏事 我们两个互相信任彼此 虚实与共 干嘛要白纸黑字啊 我跟你打合约干嘛嘛 所以李文中还是外围的 但这个小伙不一样 徐子瑜他什么 他是从小到大 也就是实习阶段的 就柯文哲 手把手 拉把掌 大了嘛 所以两个之间有革命情难 性能程度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吗 修连去哪里 去金华城逃出云的时候 他一样带着他 他完全了解整个行贿 跟收贿的轨迹 跟踪跡嘛 所以一定要找他来 看起来是一个媒啊而已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通天本理 让柯文哲对他信赖之深 居然连这么私密 跟沈庆青会面的地方 都带着他 你看柯文哲怎么讲他嘛 诶 志玉 诶 居子 保护好圣变的钱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密账中的密账 连他老婆都碰不到的哦 你不要误会了 居然哥 他老婆碰到什么 小条的 百万 一千万 一百四十万 那提款的 对不对 打发用的嘛 那真的大条 你知不知道 他绝对清清楚楚啊 所以你要查柯文哲金流 打蛇打七寸 他就是柯文哲案的七寸 问题是 他掌握了多少 关于柯文哲的命件呢 我问各位讲 他基本上跟柯文哲形影不理 而且我讲的形影不理是什么 因为你今天打开行程 他会有公开行程 会有私人行程 会有不记名行程 就是柯文哲说 签公文那种 不好意思 徐子瑜全部都有 他就全程跟着他旁边嘛 所以你看哦 包括他的现金在哪里 包括秘密行程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他去那种奇奇怪怪的招待所 是不是也带着徐子去 他都跟着吗 你看 因为他去陶宗云也带着嘛 陶宗云就像哪个市场 来施账他也寄哦 代表所有的金流 他清清楚 甚至什么 USB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关键字了 他连USB都敢放在身上 而且现在发生的状况是什么 是说四月多的时候 徐子瑜 因为他有在日本读书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资格和身份 结果柯文哲到八月的时候说 你赶快跑 有闻到风生了 叫他带着东西跑 说你要把身边的钱给藏好 给保护好 闻到风生叫他跑到日本去 好可怕哦 就跑路了嘛 那我问你谁在日本 谁在日本 柯富瑶在日本嘛 那就很奇怪 柯富瑶的儿子现在在日本 我反过一个问题哦 你今天敢把五亿十亿放在一个即便再亲信人身上吗 他绝对是一个转手的过程吧 真的好吗 他是运输的 跟这个陈佩奇去打打打一样 运输的 好不好 车手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他这时候甚至当时多伟大 被交代 那个时候有谁 交信实习生 大家可能有些人忘记了 我直接跟你讲白话文你就听懂了 财团的二代三代 你想想看哦 柯文哲敢让他去碰 这些金主爸爸金主妈妈的小孩的晚辈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对他什么极其信任 否则你今天随便找一个人 他如果搞砸怎么办 我一定派新富去啊 对嘛 如果弄砸怎么办 而且是什么 看管哦 所以你为什么叫他地下党主义 因为见举止如见柯文哲 见举止如见目可 但是过去事实上 这个举止有没有奔上版面 有 因为徐淑浩也有爆料过说 他其实是远房亲戚 柯妈妈自己亲口讲了嘛 那是什么杜聪明呢 那是什么瓦斯拿是什么啦 什么杜聪明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是柯妈妈有解释过这个人嘛 所以说是安插进来嘛 当时还否认哦 对不对 柯妈妈还震怒说 不是哦 不是哦 那跟我没关系哦 结果你现在看看 的确啦 看起来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他跟柯文哲整个犯罪集团 犯罪结构 他所谓贪污行费的事实 绝对息息相关 好 会成 今天柯文哲的积压 已经满月了 进入第二个月 一次以零也只能压 两个月而已 所以 检察官的压力是时间 越来越紧迫 现在突然查出了这颗橘子 你觉得 金流的这个部分 要开花了吗 是 事实上 今天周刊的报导 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 什么样的重点呢 原来我们都以为 李文宗是柯文哲的大帐方 没有想到这所谓的橘子 才是柯文哲的贴身秘书 贴身到什么地步 现在有媒体发现 包括刺叉猫 他也在网路上丢出一个新闻 就是说当时在 大概是2020年 还是2019年左右 这个柯文哲曾经有 宴请中国的一个企业家 他们在那个五星级饭店在宴请 结果被人家路人 就是这个台湾人拍到 就说为什么里面看起来是柯文哲的声音 柯文哲的人 然后里面有很多都讲 非常标准那个中国话的 然后呢 外面有站着人 其中有个人是谁 就是橘子 然后他们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 其实柯文哲有去过逃出影员几次 橘子可能从头到尾 都是跟在他身边的 所以呢 包括殷小微第一次变当会 第二次变当会 第三次变当会 重要这相关的时间点 可能橘子都非常窒息 110年的1月的变当会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到 殷小微又跟柯文哲变当会 1月8月 最重要最核心的 也就是那个破口 开始要瞧840%的破口的 每一个重要的moment 他都在 公跟私 也许这个行程 橘子都有跟着他 所以现在人家才在讲说 橘子现在其实已经滞留在国外 为什么滞留在国外 就是当检调开始要对柯文哲 产生一个约谈的动作的时候 那个媒体报道 柯文哲都跟他说 你赶快出去把钱给雇好 所以现在呢 就是这个橘子的身份更诡异 甚至 司察猫又进一步说 原来柯文哲在台北念书的时候 是住橘子他家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等等等等 你说柯文哲 你医学院的时候 是寄住在橘子他家 他们两家认识吗 是 他们说其实就是亲戚 然后呢 应该说是个亲人的关系 所以刚刚宇轩也提到 好像说 好像有一个 叫他子女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现在人家就发现说 为什么柯文哲对于这个橘子 感觉上十分的信任 其实原因就在于 一来是柯妈妈 她是柯妈妈这边的远房亲戚 二来事实上 他可能从医学院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们家 有相关的渊源 所以对他非常信任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北京的孔子 za个吻 成本 吻 九八 感谢观看